剛剛主要是畫出歷年的折線圖 跟針對各區的比例圖 最好特別注意 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標籤格式 格式部分剛剛是這幾個選項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幾個選項蠻常用到的 另外最後的話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區塊這個柄 可以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要先點一下全部 再點一下這個區塊 然後你就可以往外拉了 或者往內拉也可以 這個有點像一塊餅 你要看怎麼排斥就可以了 OK 記得就點兩下 第一下是點全部 第二下是點哪一個 比較最少的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拉出來 OK 底下的話就再做一個直條圖 所以一個是比例一個是數量 最後這個地方也是最難的 哪一個地方 就是如果今天需要什麼 廈門街 那這邊是萬寧街 然後忠孝東路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是一個地址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是什麼 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另外也有可能是市民大道 有沒有 市民大道這邊有 所以可能有三種 三種可能性 路 街 道 所以我們這邊插入 按右鍵插入一個欄位好了 這個叫路街道 OK 那路街道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又有可能 特別是有可能 因為我要怎麼剛好取得這三個字 它如果剛好三個字還比較簡單 可是它不是三個字 它有的是四個字 有的是三個字 那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需要幾個方法 你們可以想想看 有什麼方法不要土法鏈鋼 卻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資料 所以理論上 它的邏輯前面的那個字 一定有可能是什麼 所以我們推敲一下 它前面有沒有規則 可能是區 可能是0 有沒有 也可能是0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0 所以它前面也是一樣 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0 有沒有 第二種是0 第三種是區 所以我們可以先從0開始判斷 因為比較接近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5函數 游標請你先放在這個有0的是G7 然後插入一個函數 上個禮拜才講過 叫Find函數 所以Find函數還蠻好用的 Find什麼呢 幫我找一下地址 有沒有0這個字 所以你打一個0 有0嗎 OK啊 V11在哪裡 在這裡 有耶 第11個字找到了 按確定 所以如果以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如果要找到中層路的話 其實在11加1 就是它的開頭 就是中的開始 所以如果用Mid的話 就是把11加1 然後幾個字 三個字就OK了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一下 Mid 然後資料的話是這個地址 哪個字開始 這個的資料加1 然後幾個字 三個字 中層路出來 可是呢 如果剛好這三個字 公式簡單的 但是沒那麼簡單 所以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話 如果其他像前面是里的話 那就不OK 所以怎麼辦呢 第二個部分 請你把這個Find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做什麼呢 跟講取消一下 我們往上填滿 有沒有發現 找0 上面全部沒有 所以會出現 緊的錯誤 那如果錯誤的話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你用那個IfAir那個函數 去做過濾 那過濾的方法 一請你把Find函數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二的話 插入邏輯裡面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很重要 IfAir 把這個切上去之後的話 讓它判斷 這個當然 這個是對的 所以它會輸出11 可是呢 上面的這個資料 一定是錯的 那如果錯的話怎麼辦 如果找不到0的話 其實為什麼錯 因為沒有0這個字 那你就ValueIfAir的話 那你就幫我繼續再找理好了 OK 0先找 再找理 OK 好 那所以呢 找找看有沒有理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向上填滿 你會發現錯誤只剩下兩個 為什麼兩個呢 因為這三個都有理 有沒有這個有什麼 這個叫什麼 明星理 這叫副臺理 這個叫萬美理 OK 那再來的話 這兩個Value錯誤 為什麼錯 因為它是區 所以 再來的話 同樣的公式 請你記得 可以把剛剛的IfAir有沒有 再剪下來 所以不包含等號 剪下來之後的話 再做一次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呢 再把公式貼到剛剛的Value裡面 那理論上 0跟0一定是OK的 剩下來就是什麼 就是區 那區怎麼 就是說意思找不到的話 那就是再幫我找區 這個字 那怎麼 敘述呢 其實很簡單 把剛剛的公式Find 0有沒有 然後斗點H7後瓜弧 這一串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0 也找不到0 那你就幫我找區吧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又把它改成區 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錯了 也就是說 反正就是找0 OK 如果有0 那就是0那個字在哪個位置 如果沒有0 那你就繼續幫我找0吧 OK 所以這邊的話找0 那如果找不到0的話 繼續幫我找區吧 OK 反正就是這三個可能性 按確定 好 那向上填滿 有沒有就OK 那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也是OK 理論上應該也是OK 我剛剛看了一下 應該是 大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完成的第一階段 就是找到那個什麼呢 這個路的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知道前面位置的話 那我就把它加1 那就是它的位置的第一個字 OK 那接下來的話後面這個字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可能是道 有沒有 可能路接道 反正這個順序 顛倒也沒有關係 反正一定是這三種可能性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是路接道的話 那它的規則 基本上跟這個還滿像的 所以其實 你可以拿這個公式 拿來複製 修改就可以了 把0里區改成路接道 那不就找到呢 我們這個路的後面這個字 這個字 那跟上一個禮拜那一題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嗎 前刮斧 那我們後刮斧 後刮斧部分的話 是要減1 因為它後面這個字 剛好是最後 就是它的字的裡面 所以不需要再減1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怎麼把結果給做出來 1 請你把這個公式再減下來 2的話 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MID的函數 最近有使用過 MID MID 然後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這裡 然後把公式貼一下 貼到STAR NUMBER裡面 記得這個是什麼 0里區 就前面那個字 記得它的後面那個字 所以加1 0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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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下一個字 所以這個的話 應該是第七個字 0的後面 0下在這裡 0下是第七個字 然後要幾個字呢 要 所以你先貼 接這個字 所以貼上之後的話 請你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把0里區 改成什麼 改成路切到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一下 0 第一個0改成路 然後 里的話呢 改成接 然後呢 到的話呢 區改成到就可以了 OK 好 記得字不要打錯 那你會發現 就找到位置了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減掉 它的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前面那個字的話 就是0里區 所以再貼一次 所以等於就是說 幾個字的話 就貼 先改 入接到 再減再貼 所以等於是貼兩次 第一次要改 第二次不用改 OK 好 公式已經完成了 我們把它按確定 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呢 底下的結果呢 就會剛好是我們要的 OK 理論上應該沒錯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那重點在 因為這個地方 好像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主要是可能還是比較不熟悉 這個if air if air的這個函數 其實if air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有找到 它就照原來的輸出 如果沒找到 比如說沒有里的話 那它就是再找另外一個 找區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公式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請各位呢 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 如果你實在是有問題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第一個單元裡面也有了 第一個單元裡面 台北市在這裡 住宅切到點位 那我有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個裡面吧 這應該是路接到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點 在這裡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然後最後的結果 OK 試試看 好